下面表演者 张九南 高九成 谢谢 可能没什么说错 是吧 可能没什么说错 是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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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喊十万 还有加价的吗 没有问题 十多 二六多 十 一百万 宝贝你要有一百万你就做第一排了 哈哈哈哈 没明白呢 会聊天 谢谢 谢谢啊 谢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俩的支持 谢谢大伙 哎 能看到这么多观众朋友们都也听笑 就爱听笑 对 哎 您拿我来说也就是 嗯 不喜欢相声也不会说相声 哎 从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啊 确实喜欢传统曲艺 哦 哎 相声高腔吗 哈哈哈哈 高腔就咋 哎 相声是起源于天津而发展于北京 嗯 可以 对吧 什么就可以啊 都可以 今天两地都是相声锅子 哎 你看在早年间 老北京的天津 啊 天津的三部馆 这都属于曲艺的锅子 没错 哈尔滨也住了很多相声名家 太多了 这是涛先生吗 对吧 对吧 咱们师爷呀 对啊 我把你比方说现在弹幕众议设的正好 葬可伦 烧饼 这都是 孟克堂 孟克堂 对吧 那个确实是太说相声了 哎 但是在过去啊 这些地方 不光有相声 哦 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 对了 过去都在一块儿说要打耍 过去有好的 有坏的 有生意 嗯 做买卖的 不是 你看现在啊 做生意的叫买卖 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 转中间这个差价 不是吗 过去不是 哦 过去什么叫生意 生意生意生出一个主意 骗你钱 这叫生意 哦 生意是骗人的 这是早年间的教会儿 哦 过去骗人的生意 一共有八主 哪八主 列位记住了啊 这八主旧社会的毒瘤 到今天还存在 嗯 是啊 这八主骗人的生意 现在还有 还有 哪八主 云鹤九霄 龙腾四海 不对 那边上不当 哲人设这骗的窝了 筋辟采挂 平团调流 这什么意思 咱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解释呢 哦 今天就说一个最骗人的行业 干嘛的 今行 就是相面 哦 相面算坏 过去相面的都是没落的文人 上个学乎过书 但是呢 没有工作 用自己的知识 用自己的文化 编出一套词来 骗人钱 哦 好多相树我都研究过 你啊 踹骨像摸骨像 蚂蚁神像 大青像 所以我可以很负责的跟大伙说这么一句话 啊 我 你们眼前啊 张九南啊 不光是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 那你还是 现在如今中国当代别墅不多的相面 风水色化 堪雨 殿堂几个 哇 你就是个神棍 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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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还真说说一下 哎 还在殿堂几个 会相面 那我怎么一开就给谁看过 哎 哎 从来没有在拜人面前展露过 那今天竟然说出来的 啊 你这么着 你你摟摟我 我怎么着 摟摟我 摟摟你 等我会儿啊 我去拿爬子 对对对 回来 拿什么爬子 摟摟你了 被听话 什么意思 那你 拔着我 拔吧你 我猜 虽然又是费劲 来 哎 麻麻 你不要尿吗 不是 拔着你吧 拔着你 就是你看看我 给你相上面 对 可以 有一句话问清楚了 你信不信我 哪信不信 这个相面讲究 心诚则零 你得信才能零 哦那我信 行吧 那你信是吧 信 好我先送你三瓜 还要钱啊 不是要钱 如果说我送你的三瓜 都算对了 说明我算得零 咱们可以继续我们下来算 哦 如果说你三瓜都算错了 说明我算得零 咱们就此打住 不要再算 最近 为了证明我的实意 及我的信心 各位听清楚了 哦 我送他三瓜 只要有一瓜不零 当时这么些亲爱的观众 怎么样 我就给你一百块钱 一瓜不零 你给我一百 三瓜不零 我给你三百块钱 挣钱的机会来了 来吧 好好好 开始 零也不零 头一挂 不零 放钱 有病 套什么钱 一块不能给我一百 是一块不留给一百 我算了吗 你不用算了 你掏钱吧 我没单挂出零 我算了吗 算了吗 算了吧 就要一百块钱 对 你等我说这句话 咱们等你掏钱吧 一句话你等我 一句话你等不等啊 几十秒你懂得了吗 快掏吧 一个大老爷们儿 连几十秒都坚持不住吗 这叫什么话 哇塞 好 好说呀 你说 你说 你照着一分钟说 照一分钟说 照一分钟说 在你的认知里 一分钟说不就算挺长时间的 不是 你说一句话就能多少时间 是不是 正好了 是吗 头一句 头一块 根据你另一面相来看 你这个人 从小到大 只有一个吧 凌不凌 凌 凌吗 凌 观众可能没看清啊 他刚才眼神都想得动 他是 没没没 凌 不用想要他在思索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家长 没有 没有 这块就能 那这钱我就不给你了 这不要 从第二八开始算 第二八就不凌 第二八 根据你这个面相来看 你对你爸 不是一个妈生的 凌不凌 各位这就是一活神仙 太灵了 灵吗 对 他是捧我 因为我们俩是搭档 他怕我当着这么多人算 算的不灵吗 丢人 没没啊 不灵他也说灵 没那意思 就是灵 真的灵吗 灵 没事儿 我给你拿钱 我要你这一百块钱 我跟我妈陪哥儿俩了 灵了 灵了 那就第三卦 第三卦是一个灵魂卦 什么叫灵魂卦 有好几个小卦 哦 先从头一个开始 嗯 根据你这个面相来看 你家里边 你肯定 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弟弟 不是有姐姐就是有妹妹 那边就是哥儿一哥 灵不灵 他这都给我都不死了 我还真有一个哥哥 有哥哥 根据你这个面相来看 你哥哥肯定比你大 但是再大 他可超不过你爸爸去 零不零 这不废话 比我爸爸大但是我大就是 算得怎么样 怎么样 你真没给别人算了吧 对 你是第一个 你要这么给别人算 怎么打死你了 打我干什么 就这么算了 过去假相面就是这事 他能挣着钱吗 所以叫生意后来都没有了 真相面不是这样 真正的 真正相面的 你先看手 什么看手 想说中有想究 相面不看手 必定没传授 哦 看看您的手 看 男左女右 拿出左手来 好 来 看看啊 不要碰我的女手 拿 这是男左女手 看看手啊 哎 哎 哎 干嘛 有泥 有泥 两个兔 这 这不就看清了吗 这 刚才看不清了 哦 你别吓我呀 这这这手 这手 手好啊 怎么好 他都分得开呀 废话 这么开什么呀 分得开 哎 这这就能看清了 手分为两部分 手掌还有手指 哎 这有讲究 指微了掌微 此许龙吞虎 却不许虎吞龙 龙吞虎 必享福 虎吞龙 必守穷 我这个 看 让各位看 稍微有点虎吞龙 就是手指路短 在这个像书上啊 唐朝的像书上 这叫什么手啊 叫机器猫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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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啪啪啪 有机器猫 哆啦A梦手 这个吗 你这都这样 这伙你这特别短 是吗 你这有讲究的 哦 有讲究的 虎吞龙 必守穷 天人怒 疑心重 就是这种手 他猜测心 怀疑心特别重 哎 你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经常会怀疑自己 啪 穷 丑 哦 对吗 嗯 还在怀疑 你不要怀疑 唐大哥你不要怀疑 你相信我呢 谢谢您 不用怀疑 这些事情再过三年都会好起来 三年之后就好了 你会发现自己好胖 好穷好丑 这不更严重啊 咱们接着看啊 把这手指头立起来 这五个手指头 大指为君 小指为臣 二指为主 四指为兵 兵主乡齐八宫高配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就是说你啊 食指和弩命只要是一边高 你这辈子会有好运气 你看你这个啊 嘿 哎呀 你都背说了 会有好运气的 会有好运气的 哎 这个手掌看完了 咱们接下来呢 看个手背 手背 因为什么呀 手背 你别跟我说 不要狠看 快点我跳了 你干嘛呢 干嘛 我看手背 看什么 看手背 怎么撬呀 怎么撬 找一下怎么撬 怎么撬 quant嘛 看手背 擡 你干嘛 你 你再c 你再来一回 哦 你怎么变相钢筋呢 你是 我还学权尖链呢 我觉得 这统签 不翻 不这么翻 再来回那里 翻完了 翻完了 只能翻一翻 手臂看什么 扶筋 就是青筋血管 这个有讲究 老话说啊 扶筋若露苦 老年必吃苦 扶筋不露苦 老年必享受 你看他这个扶筋 四露不露 没说一样 不一样 可能大福大贵你没有 但是衣食穿住行 你都不缺 那我就知道 这个扶筋小老百姓 这就满足了 对不对 你别老硬 你去炸自己 把这身脏不好 我给你 不对啊 高教授你这不对啊 不对 因为扶筋显示老年之后的病例 你这个扶筋显示 你到老年之后 会有一个结纳 结纳 而且这个结纳会发生在你 763岁那年 没有 我这么大岁数 不是 是那个坟让人给炸 嘿 没事 这谁跟我有这么大潮 身后事跟你也没关系了 我也管不了 手看完了 咱们接下来看看脸 项面 项面 主要看的就是脸 面向前方 我给您看看 看您的脸啊 您那个脸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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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怎么竖着眨呢 你看看 看我去 看我去 看 你干嘛呢 干嘛 我找脸的呗 我干什么呢 找脸呢 啊 我怎么觉得你找饭呢 直接就奔鞋上去吧 开个玩笑不行吧 脸的 这是脸 对 看看脸 面向前方 脸看什么 看五官 哪五官 眉目鼻口耳 就这个 这五官都有自己的讲究 哦 这五官啊 眉为保守官 免为监察官 别为审见官 准备出纳官 而为采清官 嗯 列为七处 这五官 只要有一官长得好 这个人 就能走十年的望运 哦 如果说有一官长得不好 这个人 就得走十年的伤衰败 你看我的 列为 看人家这五官 哎 五十年的伤衰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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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没有一个地方只好 那全部长残 那那那那你怎麼我破解一下 有一个办法 啊 拿这个硫酸洗脸 哎呀 重新长 那不毁容 那那还长得出来吗 就这一个办法 那不行那你怎么长得不好 不行那就算了 我给你分别说说啊 这个五官啊 首先说这个 保守官不好 眉毛不好 眉毛不好 他这个眉毛太靠上 靠上 你得往下挪 往下挖,往下挖,往下挖,我眼睛下来,不够往下,还得往下,胡子,你没有胡子,还得往下,这儿也有胡子,再往下挖,这儿,你家的胸毛这儿两两片,还往下,你别把我点上挖, 肚脐,肚脐眼睛,两片,往下,挖哪儿啊,肮脏,让你急着挖,挖两个手指都上去,挖这家手指都上去,挖两个尸指上去,干嘛挖这儿啊,有好处,既省钱又方便,不用买牙刷了,用它刷牙,方便呢,出门擦的鞋,我太不想去生活了,眉毛太靠上了, 那你等这儿强呢,那就这么着,再往下挖,这个俩眼儿也不好,俩眼儿,眼睛,俩眼儿不好,不是人眼,哎,什么话,像书上说了,除了我和如来的之外,分为四种眼睛,龙眼,凤眼,胡眼,鹿眼,这个龙眼可以当皇上,凤眼可以当娘眼,胡眼可以当大臣,鹿眼可以当平民百姓,我这个什么眼睛,您这四种都不是,那是鸡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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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开脚后,眼睛不好,挺好,比你这大,行,行,行,大吧,再往下说,这个准都不好,鼻子尖,各位记住一句话,问贵在眼,问负在准,这一辈子能当做的官,看眼珠子,能发做的财,看鼻子尖,看他的鼻子尖,按说他这个鼻子尖是能发大财的人, 有肉,但是他留不住财,因为他鼻子尖大,鼻子尖大就是漏财,明白吧,上眼,咱声等等,他抬鼻子尖,你看,是不是,大笔点,你看,抬什么呀,土人嘛,你看,看,看你,说完鼻子尖往回来办,你这财肉出来,不给他吃回去吗,你怎么不吃回去,我吃了,我可以吸呀,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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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说啊,这个嘴不好 嘴都吃这玩意不好 你这个嘴是太大了,知道吗? 你这个嘴应该再大了 嘴太小了,他这个嘴 我的嘴到底大小 嘴越大越好 因为嘴大可以吃八方 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你看他这个嘴太小了 只能吃一方,哪方? 我问你的方位是西方 所以说你要想吃饱了 只能上西天 我想吃饱,我得死去 这就是你的手下 跟这个面相 接下来我问你的流年大运 什么叫流年大运? 就是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得算了,问点基础的 基础信息吧 今年多少岁数? 37,哪年呢? 8 87年37 数什么的? 数兔 鼠兔 公兔母兔 那我鼠心翻公兔 那就是兔子 然后呢这个 鼠兔 面向前方 看一眼点点 我问你个问题 你仔细想一想 你是不是从八岁 八岁到今年 到今年啊 甭管说是工作啊 生活啊 学习啊 爱情啊 各方面都是顺风顺水 没有遇到过大挫折 对对对对 相书上就说了 这种人的面向就是 走八岁到三十七之间 你没听清呢 我说我今年三十七 结束了 这还俩一个问题 我给你分别说法 面向前方人的脸上有十三个部位 大家看啊 十三个部位 从这开始 天中 天庭 司空 中正 印堂 山根 年上 手上 准同 人中 水晶 成江 帝国 这十三个部位 分管人的流年大运 刚才我说了 他是八岁开始走运 八岁有天中 这儿啊 天中啊 然后这是十岭 然后清廷 十六 二十二十二是印堂 印堂俩没有什么 这就是印堂 各位看他的印堂 这边不能看 这边不能看 看这印堂 印堂为主 地格宽容 左右相称 有事好成 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 你二十二岁那年 你们家有一桩天大的好事 对不对 二十二 对 有好事吗 对 我算错了 好事 你妈结婚 你妈结婚 急什么呀 我二十二 我算的就是 你妈嫁人 你妈嫁人 我娶媳妇 我娶媳妇 好事 我问是不是你妈嫁人 是你妈嫁人 我娶媳妇 你别老人家一块说 我算的是你妈嫁人 你妈嫁人 告诉你的我娶媳妇呢 你娶媳妇是吧 嗯 二十二选 你二十二岁就娶媳妇 二十二岁 你不能那么早娶媳妇了 怎不能啊 你这种面向的人 不适合早婚呀 啊 你这种面向的人 按相书上说 你结婚那年 应该是八十七岁 没有 八十七岁才结婚呀 对 你的寿命是八十六岁 对 我就以为能不能 你早结婚不好 我得接了 那我得问嘛 你媳妇比你大几岁 比我 你妈多大 妈妈 比我大二十 再说再说 你妈 你老别老说我 我问你媳妇 我媳妇就八十年了 我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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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 你一定顾导我 怎么了 我媳妇比我小 你小 本来你就不应该早结婚 更应该娶一个比你大 最好娶一个比你大三岁的 为什么 有假由啊 女大一 抱金鸡 那大二 抱蜜罐啊 大三 抱金砖啊 大四 毕业了 就 就到大三知道吗 大三就好 娶小丁不好 你好有一笔 你中头来 半张高楼望下头 你是高一步矮一步 失一步泥一步 蜘蛛网在眼前 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来半边 整了一步团圆 驴粉蛋 表面光蛤蟆来的养鱼 是自己为难自己治 有人说你兴奋去为难 都在心底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的婚姻生活不是很幸福 挺幸福的 哎 其实应该不是很幸福 知道吗 你不要拿你的婚姻 真的挺幸福的 你还算吗 我给你下个像 我算了 我算了 不行 这个 婚姻算完了 算算你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怎么样 但是各位 你咳嗽一下 咳 要死 一点底气都没有了 富贵金运出当天 气势猴宽 想右肩 肩脾肩不离蛇 身上疑是奔斗不堪言呀 你好比是左手拿个搂钱的耙子 右手拿个美点的匣子 你搂一耙子搂一匣子 今年赚的钱对你来说不算傻 但你一分钱都攒不住 我真是没攒的钱 明白了吧 这就是今年 运气已经开始结束了 明年更严重 明年是什么样 明年给你算的 明年咱们从正月开始算 咱们总农历 明年咱们就正月 正月二月三月 你有小病小字 什么小病 费点挨滋挨 这哪一个都有 不是你别着急 没算完呢 一正二三月费点一次 到四月份咔 你就好了 这谁给我咔的 对四月份咔就好了 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 是你人生中运气最好的纪念 那么好 就是好到什么计划 就是你跟你搭档 每天去走大型的演出 主管方一给就是一千万一法 一天演四十天 每天演四十场 就正式跟你搭档 哇塞 我跟别人同啊 你跟谁 别人同啊 我在你旁边站三小时了 我是个屁啊 我呀 你不你不送挂点吗 我送 我送我明天 我给演出演出知道吗 咱俩 咱俩是大的 对对 咱俩一块挣这么些钱 对对 高兴不高兴啊 高兴不高兴啊 这是这是六七八月份 五六七 别着急 别着急 五六七 别着急 五六七啊 然后九十十一 完了 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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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病又复夸了 对 明白了吧 我那么大没干净 好了 最惨的就是十二这个 等哪 你有非灾横祸 什么非灾横祸 什么叫非灾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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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震你们家 就震你们家 就震我们一家 对对对 知道怎么震吗 怎么震 你们家住几层 十七 十七层啊 一层到他就层 没事 十八层到二四层 没事 十七层 咔 没了 我真的太败了 非灾横祸 那怎么破解呢 咬住俩忍着 忍 等雷鬼河背高 忍着头上一把刀 只要那么忍的话 我保龄市办 都高兴 过了明年年三十 夜里十二点 大年初一 我送你四个大字 富贵吉祥 家破人包 这人不走了 各位都看累了 是不是 不累了 不累了 说点不让锅子 你来后台 我们这儿哪个围着你给你讲 不过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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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是不是有召集回家 赶紧地铁的辣车的呀 没有 没有 那就给您多演会儿 能吧 演到几点呀 演到明早上得八点 刚刚你是带着牙刷牙膏来的 是不是 还有晚上不走的是吗 明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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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中一你怎么休息啊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被开了呀 回单位看看对吧 行 十点就走了 来到哈尔滨很开心 感谢各位 哈尔滨还有小剧场 无以为报 还会有来哈尔滨的日子 还能给大伙多演一些 今天十点半 让高老师给大伙吹个笛子 好吧 给大伙聊两句 今天是 这更暖不停早 怎么这么凉 是吧 很多观众都抱着 还有那个 什么东西 大哥你有点人情大哥 这屋里一千六就我穿的最少啊 我还不是那死胖子有点脂肪呢 我两个秋裤都没穿啊 什么 我有什么 暖宝吧 那是刚才我都送给你们 你和我现在 不用了不用了你留着 啊 我怕你里边给我贴什么坏东西了 好了那你去 换衣服吧 换一个好看点的啊 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 我出一个题的时候 就让他给大伙给耍一个见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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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别闲着 我给大伙看看吧 好 好 什么呢 江山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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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没干呢 好嘞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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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看来就在上个别的 呃 呃 呃 叫小帆 嗯 叫小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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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好人啊 唱一个许娘娘吧 啊 平细的 应该都听过哈 唱一个平细的这个 咳 并非是儿臣 一小帆上 有一位古人 也作比方 楚庄王有道 诗人正 四经 安静 首封江 和功臣 设下了 太平燕 君臣 欢聚 饮 穷江 直到在黄昏 星月江 兵中辉煌 照殿堂 许娘娘 许娘娘 敬酒见台上 忽然间光风吹灭烛光 小江汤江 饮酒过量 他顺手千锈放青狂 他顺手千锈放青狂 许娘娘 泽影 敬小江 他就顿目低 演奏 庄王 庄王 命本母 我把观影则去 先进杯中 酒盏和冰烛光 他在泽影柜上 放小江 我誓知心没损伤 到后来 庄王 发账 带兵西商 那汤江 舍得保家得了信仰 故事君王海良 怎得小江 王朝党 前朝古今朝时 君是一样 我的老皇父 望皇处明见喜思量 今朝要斩 你就蒋儿斩 你留下情影 抱大招 我觉得大伙 fal 你应该把杜丸eln传认了 我先给你的大伙唇一段 给你两句放一下音乐吧 谢谢 看这两分钟 给他说两句 今天有请今天所有的演唱演员 跟大伙见个面 谢谢啊 给大伙一次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等于说部分演员 从那边开始 这是刘肖航 旁边这边是我们云字课的师哥李云杰 旁边这个孙九芳 也是我师哥的刘贺安 刘贺安的旁边叫孙九芳 刘贺安的右边的右边叫美酒亮 那你帮了啊 这是吞吞舍最 你走你走 哈哈哈哈 就是吞吞舍 吞吞舍 最有背景的演员 他的师傅叫文秉 他的舅舅叫云鹏 所以他的比方的就无所谓 他叫李逞奎 谢谢大伙给我们的支持 感谢各位我们给大伙鞠躬了 谢谢大家 接下来大伙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主门加油 不着急走的一会儿拍个照片吧 加油 把手举下来呗 好 往中端凑呗 二楼的腿往一楼跳来 好 哈哈哈 我现在就担 yellow 前面old нет 这边 中间凑 快快 快 照 ו找你们了啊 男嘉宾 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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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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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还有 还有